持续代言关心香港雨伞运动稍早5点多 香港学联学民思潮出面表示 政府对曾普选的诉求没有具体回应 呼吁民众继续留守广场 而就在刚刚7点半 港府行政长官也出面召开记者会 指学联提出的不合作运动 动摇了双方对话的基础 因此决定与学联占占卜会面 我们先来带您看到学联的回应 政府必须要交代对于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诉求 它有什么具体的回应 去令到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民主政制发展 是真的会见到曙光 见到改变 而不是就像人肉感激一样 重复以往一年它在资深里面 无数重复过的年篇观看 我们认为目前留守广场 是必然需要继续的事 学民思潮是会在未来的运动 占领运运动里面 呼吁市民坚守街头走进人群 坚守街头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一日未能够在政府手上 去夺回一个政制改革的成果之前 我们依然是会坚持一个长期的占领 而的话呢 其实我们学民思潮是会再度筹办 第三次的中学生罢课 计算第一和第二次有千人 还有八千人